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里面 我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 关于这个受害感 那怎么样能够去化解我们内心的受害感 那这当然是奇迹课程 他写这部书的一大目的 然后也是我们在这边 学习宽数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能够去化解 几乎是这个无所不在的受害情节 那如果你有做过这个奇迹课程的练习手册 那么你一定对这个三十一课有印象 因为他的这个title 就是他的这个标题 是非常简洁明了的 就是我不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 不过就算是这么简洁明了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还是忍不住觉得 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 怎么说就不是呢 但是当然在奇迹课程里面 就是关于化解受害的这个相关的内容 还有非常非常的多了 包括他谈到牺牲的所有的内容 这部分在奇迹课程里面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那这个都算是在谈到受害 跟受害这个主题都有关系 那因为这个牺牲就是受害嘛 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回事 OK 那事实上 那奇迹课程会让你去看到 就是说一切小我的关系 他把它叫做特殊关系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有条件的关系 那一切这种有条件的关系 其实都是少不了牺牲受害的感受 只是说你这个受害感是比较明显 还是比较不明显而已 有没有发出来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仔细去觉察的话 那几乎每天都会有蛮多的受害情绪跑出来 大大小小的 只是说明显不明显而已 比如说今天是礼拜一嘛 那大概昨天晚上很多人 就说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 那或者公务员的话 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感觉到受害了 因为明天要上班吧 然后要去面对一堆可能是鸟事 可能是很枯燥的一些工作等等 可能是很难搞的主管 然后呢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发现今天要上班 又受害了一下 对吧 都还没有进公司 就这个各种受害感就已经很多了 那进公司之后就不用讲对吧 那或者说我今天早上在准备 这个公益直播内容的时候 才那时候才要坐下来准备 然后就接到这个快递的电话 然后就说有我的包裹 我就想说楼下没人 我就下去签收一下 然后顺便想一想 就这个今天晚上的内容要怎么开始吧 那他说这个他马上就到了 但是下去之后 左等右等 足足等了个五分钟 才看到他出现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一边觉察 就发现内心的这个受害感 已经在那边蠢蠢欲动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愿意仔细觉察的话 就算是极小的事情 都可以引发我们的受害感 好那我们今晚的一样是大概30分钟左右的一个直播的时间 然后一样的这个右下方有讨论区 那都很欢迎大家如果有进来我们听到直播间的话 可以提问 也可以分享 都非常欢迎 那只要在今天晚上过完之前 就是你都可以提问 那我也都会在底下回答 好那说实话 我自己学习一课程十多年 从来不觉得化解受害感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基本上我有一条心 就是说我愿意学习 虽然说这个进步的速度总不是很快 大概就是日梗一组 每天走一步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但你如果是真的有一步一脚印的话 那长久的积累下来 然后当然前提是 你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走的 就是说你的这个宽数 学的还是有扎实的 那么长久累积下来 你会发现 你在这方面可以有很大的进步 就是在于化解受害感 这部分会有很大的进步 那就是说坊间我们接触过的一些 其他的法门 几乎就是说 或许可以化解掉一部分 但是要到全盘的化解很困难 以及就是说 因为人的一生 总会碰到有那么一两件事情 一两个人 就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受害 然后你再怎么样也难以忘怀的受害感 那这种级别的就 可能几乎只有奇迹可能有办法 真的去化解 而且可以化解得很彻底的 那像我自己以往 这个受害感真的浮现出来的时候 真的就是不由自主 然后而且不可遏止 然后就是反正你做什么事情 你脑袋里面可能就是一直在想的这个事情 然后就一直觉得难过 伤心 委屈 然后愤怒 然后有不住的会想要去自我辩解等等 可能就很多 那不过相较于之前的情况 像我整个人其实会比以前会活得要轻松很多 也会轻眠很多 那相对来说 这个身体状况也会比以前好很多 因为我们这个受害感就是攻击的念头 那这个攻击会攻击心灵 那也会反映在身体的层面 它也会去攻击身体 好 那这个奇迹课程的一个老规矩 那就是要先追奔溯源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来追奔溯源一下 那你会发现研读奇迹课程 它一直在做的事情 从头到尾在做的事情 就是追奔溯源 刚好今天讲这个也很 也很应景 因为今天我做练习课 刚好练习到79课 那79课其实也是我自己在教学 特别是在教这个图解奇迹工作坊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79课在它的第一段就讲得很明白 他说这个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分裂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没有认清这件事情 就是只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分裂 OK 那这个就是追奔溯源 那你会发现奇迹课程 它不会去区分 就是你遇到的课题是大是小 在它看来都是一样的 因为背后都是同一个小五的思想体系在运作 那小五思想体系的底层呢 其实也都是同样的一个分裂之念 所以他这个追本溯源 就是不管你遇到是再大的课题或再小的课题都一样 一定都是要回溯到那个小小疯狂的一念 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 好 但是这个东西呢 又特别的抽象 特别的难以作模 因为你说这个分裂之念 他讲的并不是说 你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有隔阂啊 你跟弟兄之间 好像 这个话说不到一起啊等等 他讲的不是这个隔阂的现象 他讲的不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结果 他讲的不是在果的层次 他讲的是在因的层次 好 所以你要谈分裂之念的话 你一定会绕不过去 一定会牵涉到就是上主嘛 可是上主特别抽象 那然后 应该说他本来就是抽象的 因为他并没有形象嘛 那以至于就是说 很多同学学了几年下来 仍然觉得这个分裂之念 相当的抽象 而且相当的难以捉摸 那也确实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啊 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 呃 体系学员啊 就会把这个分裂给阉割掉了 就是说谈来谈去呢 学来学去呢 就是专注在追求剧啊 投射啊 然后怎么把投射给收回来啊等等 然后可能 再加入一点心理学的东西啊 加入一点其他的东西啊 等等 然后看看能不能把奇迹课程 给弄得比较具体一些 OK 但是我刚用的是阉割两个字嘛 就是说你把这个分裂之念 避而不弹的话 那你学这个奇迹课程呢 就基本上是自费武功的 那你顶多是学成三脚猫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因为按奇迹课程的这个整个理论来说 化解一切问题的关键 就是宽数嘛 这个大家知道 那奇迹所说的这个宽数呢 也是他所提供的唯一的法门 那当然 当你把它学得比较透之后 你也会知道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好学的了 其实这条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OK 那宽数的关键是什么呢 宽数的关键是说 分裂没有发生 也不可能发生 所以你感受到的罪疚剧 然后你看见了这个投射 这些东西 眼前的世界 连带的也都没有真的发生 不管这个世界看起来有多真实 包括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看上去有多真实 都不曾发生过 所以你看嘛 你要学宽数的话 怎么可能不去谈分裂 因为宽数的关键 或者说它的那一块最重要的基石 就是分裂没有真的发生 因为分裂并不符合上主的旨意 上主并不愿意跟你分裂 或者跟他自己或跟任何人分裂吧 那刚好前几天我联系到74课 那这个74课就讲到了这个关键上主的旨意 那这个上主旨意呢 也是一个极其抽象 但是它有极其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你细细的去读极其课程 比如说像我有在翻译极其课程 那么就必须要读得很细 那我就发现 我就会发现什么样的一些概念 出现的频率很高 那这个上主的旨意 这个东西 它显然是出现频率最高最高的这么一群 那74课讲的就是上主的旨意 它的这个原话是说 在上主的旨意之外 就是除了上主的旨意 就没有其他的意愿存在了 而且其实4课 它的这个内文里面 它也有 它自己讲 它自己讲它自己很重要 很关键 OK 那按我自己就是说 学了这么多年下来 然后慢慢的去体会 会知道这个上主旨意 它的一个重要性何在 反正上主旨意是最大的 不管是小我 或者是你的意愿 都不可能去强过它 那如果分裂不是它的意愿的话 它就不可能会发生 那当然其一个人 他在这个部分 他还有谈了更多 也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把它理一理的话 可以这么去看 就是说 大概大家都会同意 就是上主的这个本质 就是圆满跟爱 这个大概几乎大家都会同意 不管你是不是学奇迹课程 好啊 那如果说上主 它的本质是圆满 是爱的话 那么就不可能真的去造出一个不圆满 也永远不可能圆满的世界 就是我们眼前这个世界 不只是不圆满 而且是充满了痛苦的世界 OK 那 那但最近这个大家都在关心阿富汗的新闻 那你看阿富汗的这些情况真的是产别人寰 好那你也会想象就是你如果活在那边的话你肯定很痛苦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就算是你活在现在这个地方吧 好那然后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也基本上不愁吃穿 有不错的工作等等 生活也稳定 身体也大致健康 但是还是常常会有这样那样的痛苦 就是被碰撞出来 也不是说你活在这边就不痛苦啊 还是常常痛苦 那这样的世界绝对不可能是上主创造的 这个其实可能讲的就很明确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背后的道理也很简单啦 因为这个就不符合爱的定义嘛 就是说如果上主有好东西 这个好东西就是圆满嘛 然后他又有了他的本质又是爱 对吧 他内在又充满爱了 那他怎么会不把这个圆满跟你分享呢 他怎么会不去创造一个圆满的世界 他肯定会啦 因为就算我们是人嘛 就是不如上主那么的伟大 或者说那么的圆满 就算是一般人吧 就是你你越爱一个人 你不是越会把好东西跟那个人分享吗 那上主既然是无条件来合话 那他肯定是把他最好的东西跟我们分享吧 如果我们是他造的话 OK那这边是在解释 就是说上主不会去创造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啦 那所以结论就来了 就是不论你觉得小我世界的一切有多真实 你的受害感牺牲感有多真实 你给自己编织的所有的这些受害故事 受害情节有多真实 这些都仍然不可能是真的啦 因为这些都不是上主要给你的 就不符合他的旨意了 那你说上主的旨意 或者说上主要给你的是什么 就写在后面 101课 101课他讲到说上主要给你的 就是他说是perfect happiness 就是完美的幸福 完美的幸福 其实就是圆满嘛 好那现在呢我们追本溯源了 对吧 好那然后呢 然后呢这个其一个人 他要进一步让我们去认识到 就是关于这个分裂 分裂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呢 分裂的内涵呢 就是对上主 以及对实相的一个攻击 那分裂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分裂的内涵是什么 那为什么分裂呢 他就是在攻击上主 或者攻击实相 因为分裂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把这个一体性给破坏掉 好那上主啊 实相这就是一体性嘛 那他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破坏掉 那他才可能达到他目的 目的就是要搞出一个叫做特殊性的东西嘛 那特殊性是小五的核心 那我想这个大家 就是学习过我们的图解信息 大概都还蛮熟悉的 那也正是因为我们去攻击了上主 那才引发出来一个东西 就是自我定罪 而且是非常深切的自我定罪 那这个深切的自我定罪呢 它又实在是令人太难受了 所以我们又深深的把它给埋起来 就是深深的把这个深深的自我定罪给埋起来 就藏到潜意识里面去了嘛 OK 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 然后我也就说跟一些同学交流过 那其实你会发现 即便你没有学习其课程吧 即便你可能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多太深的觉察 但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 在自己的内在深处啊 有非常深的黑暗在那个地方 虽然不一定说得很清楚 那个黑暗到底是什么 又或者说你可能一系的感受到那边有一个黑洞 或者说那个黑洞其实就是死亡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内在是有东西的 而且是有黑暗的东西 那我们一般是不太愿意去看的吧 就像在正文的21章第4节 就它就特别讲到 小五会告诉你说啊 你的内在很黑暗 有很多的罪疚 恐惧啊 甚至是死亡意念 那你不要去看 你去看了会有不好的结果 所以往往就不愿意去看了吧 就把它给埋起来了 那好了 现在我们的心灵啊 已经在跟随着小我 那然后试图要去另起炉灶 就是要去创造一个 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那虽然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呢 我们也努力的活着 那然后尽量的去创造我们自认为美好的结果 但是因为外面这个世界是我们内在心灵的一个镜子嘛 它随时随地都会反映出你内在深处 特别是你隐藏起来的一些信念 所以当你发现啊 你会发现就是你里面有一个我有罪的 一个很深的这么一个信念的时候 那么你在外面这个世界 你不管再怎么样去努力去创造 你还是会幻化出很多很多的一些 就是不好的事情 然后就是让你感觉到受害的一些经历 那这个受害呢 其实也就是一种冥冥之中 在自我惩罚的 因为你认为自己有罪嘛 但是我们又看不清这个信念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自我惩罚的 这个前一次的机制啊 就看得不是很明白 那当然你可以说 其实一个人他就是要引导我们去 往这个方面去觉察 好那这个呢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多讲一点 那我们先再回复出来看一下 这个自我定罪的念头 那我自己的经验 然后包括就是蛮多学员的经验 就是在头一两年 你学习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你比较诚实的去往内觉察 就发现内心其实这个自我定罪的念头啊 非常非常的多 那虽然说很多时候 我们在自我定罪的时候 看起来 看起来原因是因为啊 就是我们做的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嘛 就是可能攻击了别人啊 就是说了什么话 去伤害到别人啊 等等这些 那好像是这样 但是如果比较仔细去觉察的话 就会发现 其实没什么好自我定罪的时候 我们也在自我定罪 这就很奇怪了 那比如说 就是我知道有很多的一些老人家 那然后呢 这个辛苦了大半辈子 然后省吃俭用啊 然后这个退休之后呢 也存了一笔钱啊 房子车子也有啊 那生活过得也不错 然后可能有子女啊 然后也都这个学有所成啊 然后也成家立业去郎 等等 就是你看他各方面也蛮不错的 而且他也 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也都努力过了嘛 也吃过苦了 然后也有相当的一些成就 那么现在不就是他退休之后就可以想轻浮吗 就是说我们都轻过这三个字嘛 想轻浮 但在现实生活中你去看一看 就是那种可以真正去想幸福的老人 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了 他们仅有这些条件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就是坐不住 他们就是没有去工作 而且要做一些有点辛苦的工作 没有去做那些工作就不行 你让他做的就难受 像我外婆就是 就是一直做这个回收的工作 一直做到大概超过八十岁 他还在外面在做回收 其实他完全不用去做那样的工作 然后他也完全不用去 就是说 可以说是去抢别人的饭碗吧 但是你不让他去做呢 他不行 那然后他之前有一次就这个 眼睛这个开到 就大概是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吧 然后就在我们家住 然后我们家也没有电视给看 所以他只好就是 在房间里面就坐着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们说 他坐在房间里面觉得 心里面觉得很难受 所以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老人家 就他们就需要去搞一些事情来做做做 即便这些事情的附加价值 可能并不是太高 但是就是没有做之他就不行 然后做来做去呢 也就把身体的某些部位 可能膝盖 可能髋关节 可能什么地方 就给弄坏了 对啊 那其实凡此种种的 就是闲不下来的 其实如果用奇迹课程稍微挖一挖 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东西不配得嘛 其实你要真的可以去享幸福 也就是说你可以比较坦然的去 去享受一个 就是说舒适 然后轻松愉快的生活 然后就是在物质方面也不忧愁 那就是其实并不是一件真的很容易的事情 你要能够做得住 然后内心可以坦然 不会觉得不配得 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这个不配得呢 其实就是从我们内在那个自我定罪 我有罪的这个念头来的 那凡是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呢 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蛛丝马迹呢 其实都是让我们去看到 就我们这个自我定罪是源自于内在 而不是从外面来的 因为如果是外面来的话 像我刚讲的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嘛 没什么事的时候 你就仅可以去平安啊 你就仅可以就是去感觉到幸福啊 为什么你还是止不住的要追究冒出来呢 OK 那也是因为这样 就是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那比如说身体生病好了 表面上呢 我们虽然不愿意吧 就是谁会真的愿意生病 可是呢 当我们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 痛苦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深处呢 却又往往觉得 好像我们是最有应得啊 那然后好像我们真的 不应该过得太爽 我们不可以过得太爽 但是我们又讲不清楚啊 就是为什么到底不应该 是这个样子 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表面上呢 你说这个宽数啊 是在宽数外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宽数外在的一些人事物 但其实我们终究还是在宽数我们自己啊 因为既然我没有罪的话 那其实我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投射出这些受害情节出来 让自己痛苦的事情出来的 而且我也就能够平安的嘛 那所以其实宽数的一个要点就是去认清 去承认 其实你是没有罪的 OK 但这个啊 这个正好就有一个前提啊 因为如果你没罪的话 那就弟兄也没有罪 因为你跟他是一体的 那如果说你去定罪弟兄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你不可能真的把这个罪给化解掉 你会发现你可能去定罪弟兄过一阵之后 你还是会回来又找一些事情来自我定罪 所以这个前提啊就是一体的眼光 那当然我们是因为选择分裂才感受到罪 那如果你要去看到自己没有罪 就要去承认分裂没有真的发生 然后也不会发生 然后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因为这不符合上主的旨意嘛 所以我们跟上主跟弟兄仍然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真的有罪 那所以我们也就无需去投射去搞这些事情来 这个作践自己嘛 那我们再讲一次就是说 我们在外境遇到的种种让我们觉得既受害又觉得本该如此 既痛苦又觉得罪有应得的所有这些事情 那都不过是反映出我们内在深处的这个我有罪的那个念头 那在这个证文的五之五里面 他其实也有提到啊 就是说这个我有罪的信念 他就会去幻化出种种的一些受害情绪、受害经历出来了 那难怪我们每天就是会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受害经历 因为我们内在就是窝藏了这样的一个信念嘛 那甚至我们去幻化出外在这些痛苦的经历来自我鞭打之后啊 然后还会去跟上主讲啊 就在情势里面在跟上主发言啊 就说你看我已经很苦了 我已经把自己打一打了 你就不用来打我了啊 对啊但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说你把这个罪给投射出去啊 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了啦 那所以我们学习机的时候 那你很快的还是会发现 还是只有宽数是那个出路啦 那宽数呢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就是认清自己没有罪啦 所以一切的宽数都是在自我宽数 那你没有罪 那因为你 并没有跟上主分裂啊 你可能是上主之子 OK 那以此为基础呢 你才可能真的进一步去认清外面并没有发生那些事啊 就像他在手册里面所说的啊 就是宽数就是认清了 外面的弟兄并没有对你做那些事 不是去宽数他们有做那些事 是去宽数他们没做那些事 那很多同学都反映说这句话实在太悬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去体会 他怎么可能没有做那些事 那不可能真的有啊 因为你不可能真的有罪啦 因为你不可能真的跟上主分裂 就是你要追本溯源 那这个逻辑才会清晰啊 那你才有办法真的去理解 然后进而去体会他讲这个道理的含义 OK 那弟兄呢 弟兄其实只是演给你看 他只是你早来的演员 就是演给你看说你里面有这个东西啦 那你自认有罪 那体现在外面 然后投射在外面呢 就是会有那种弟兄 然后来可能批评你啊 来误解你啊 来攻击你啊 来伤害你啊 总之来让你感到痛苦跟受害 但这个受害呢 好像又是一种 这个 小我的一种机制 然后来自我惩罚 那好让你觉得啊 这个内塞会舒坦一些 因为你认为你有罪吧 那但这样的一个模式 小我模式是不能够真的解套了 罪不会真的因此而消失 所以你会看到啊 就是这个 这个自我鞭打必须要持续不断的这样子下去 不管你轮回到哪里去 然后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 然后不管你是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 总之受害感这个东西啊 总是挥之不去 OK 那地兄是我们的镜子 那他只是演给我们看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认清 就是让我们不舒服的 并不是弟兄 而是我们内在的那个我有罪 因此我需要受惩罚的这个念头 那有了弟兄作为镜子呢 他才会让你更清晰的去看到你自己内在 有这样子的念头啊 那所以你才有了机会 进一步的去化解这些 小我的信念啊 罪的信念 OK 那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之下 才能够说这些人就是你的弟兄了 要不然他们就是你的敌人啊 那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之下 才有办法去说 就是弟兄是我们的救主 因为弟兄等于是一再的 给了我们机会去拯救我们自己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部分 那我们把这个 关于受害感的成因 还有怎么化解受害的这个 整个逻辑链条 这个理路呢 给大家来领一领 当然也是帮助我自己 再去领一领 因为你每一次去把它理清楚 之后啊 就是你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跟看见 好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留言的话 都欢迎你们在讨论区留言 好 那也很感谢啊 就是最近这个月啊 就是给我们团队赞助的同学 那让我们团队可以持续提供 这个优质的教学内容 然后继续来为各位服务啊 那然后就是最后也推送一下啊 就是我们的广告啊 就是我们这个下周即将登场的这个 本本期的这个奇迹训练营 好 那这是我们的线上工作坊 好 那疫情之后就是模式啦 那我们这次是一个新的主题啊 要来带大家看一看啊 怎么去穿越修行过程中的低谷期 好 那这个是你肯定会遇到的 你只要学奇迹课程 你不学奇迹课程也会遇到 好 就是人生啊 都说低谷 这个低谷呢 而且它会反复的出现 好 那怎么样用最快最有效率 然后痛苦最少的方式 去穿越这个低谷 好 那然后 当然我也会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好 然后还有我的经验 来帮助大家去穿越 那这可以节省你很多的时间啊 然后也节省你很多的痛苦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关于抗拒这个主题 就详细的谈一谈 怎么样的去辨证出抗拒 以及穿越抗拒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一个内容了 那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也很欢迎你可以把我们的 公益直播分享出去 然后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朋友